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新景点 名人堂大饭店 有好玩 好看又好吃的蔬食哦 省钱料理大作战 连安健康厨房的林盛志 教你用便宜的食材 就能够做出精致的燕客菜 板桥早午餐店 也有精致味美的蔬食 让赫赫开启一天活力的来源 桃园有一个新景点 名人堂花园大饭店 里面除了有展示 棒球相关的历史文化名人堂之外 还有一家蔬食港点哦 在这里你可以颠覆你的味蕾 来到桃园龙潭 亚洲最大的球体建筑 里头有着墨于棒球文化的演进 各国棒球历史与游戏体验 在一楼还有一处 能让你慢慢品茶 以及享用美味蔬食的餐厅 这几年很多人吃素 那我们董事长也去观察 在的人口 不管是年轻人 或者是昏的来吃素的越来越多 那他希望说在桃图苗 可以发展第一间饭店里面 有真正做素食的 那以我们观察 一般在饭店吃素的 都是由昏的做一些锅边素 给一些带来的客人 一两回来吃素 那他希望在桃图苗 引进了像港式蔬食这种料理 来这边做一个发展 这家餐厅拥有饭店级的规格 空间宽大 灯光美 气氛佳 再加上主打港式料理 就更加引人注目 不禁让人好奇 究竟在为人所熟知的 港式饮茶里 能变化出什么样 风味独具的精致蔬食 我们餐厅里面分为两个 一个是热炒 一个是港点 那热炒是大概有七八十道菜 那港点应该也有大概 二十五道到三十道菜 那我们这边的蔬食 它的特色就是 全部都是用天然的 很少用到再制品 那请的师傅也非常多 都是专业的一些 之前做过饭店 蔬食的一些师傅来做料理 主厨詹生林 过去曾在知名饭店十多年 转做素食之后 他汇集了五星饭店 具精湛厨艺的数十名厨师 从中华美食各大菜系 及外国料理中 汲取创作灵感 集思广义下 转化成一道道崭新的料理 因为酱烧辛菇来自于 港式的类似烤鸭 它会有带饼 那它里面会有酥脆的口感 那酥脆的口感 是用我们豆腐皮 下去翻称的一个响铃 那我们用杏鲑菇 做出那个 那个素烤鸭的一个肉质 那我们用金酱的方式 就去烹烧它 那它吃的时候 会包上一个酥皮 一个杏鲑菇 还有里面会搭配一些 小黄瓜这样子 艺人丝瓜醋 它是采用我们的澎湖丝瓜 那选的时候会比较 选比较粗一点 让里面的脂比较少 那中间我们挖洞 那打入我们的一些豆泥 那加上我们一些 有口感的一些艺人 还有我们里面 配的一些豆蔻菇 还有那个玉米笋 下去做烹调 它的口味非常的清淡 还有滑嫩这样子 另外还有港点师傅 所做的酥脆松软 外热内冷的迷你菠萝油 以及包覆着鲜甜龙须菜的 黄金榨川角 每一道料理都让人惊艳 台北仰心潮 其实是做单点的菜色 蔬食的菜色比较多 那这边的空间比较大 它可以享用我们整套的蔬食套餐 那我们有宴会厅 可以摆上60桌 也是桃树苗最豪华的 不管是灯光 空间 或者说整个方向 还有外面的一些花园造景 都是桃树苗 现在目前第一个 最漂亮又最大的 希望说我们的蔬食 可以在宴会这一块 就是类似班桌这一块 能够更加的让很多 葷食者吃一些蔬食 让蔬食者可以看到 更多的美食 那葷食者也可以 来享用蔬食 桃園新景点 不仅有好玩 好看又好吃的蔬食 精致多元 时尚的饗宴 也打造了一番 全新的蔬食新世界 想要做出澎湃的料理 但是却省荷包吗 今天主厨林盛志 就要教大家 用铜板食材 做出美味的料理 大家好 我是连安健康厨房的盛志 那今天要用 便宜一取得的食材 来做这道 一式番茄 起司豆皮卷 那这道菜呢 最主要的食材 是这个牛番茄 还有豆皮 那番茄呢 它内含丰富的这个切红素 还有贝达胡萝卜素 那是非常养生的一个食材 那豆皮呢 它是素质料理常见的一道材料 那里面有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 那也非常营养 那接下来就跟着 甚至一起来操作吧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将这个豆皮摊开 然后撒上胡椒盐 那撒完之后呢 我们再加这个起司片 再把它卷起来 那我们在接缝处的时候呢 把它涂上这个面糊 让它做一个粘接 那接下来我们就起锅 然后加入橄榄油 然后接缝处朝下 然后去见到它是表面都是金黄色 然后就放旁边备用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切这个食材 就是番茄把它切丁 然后备用 然后加入油 下锅去把它炒香 那炒软之后呢 我们加入一点的高汤 然后让它去慢慢的收汁 好那这个番茄收汁完之后呢 我们撒上一些香料 还有胡椒盐做一个调味 那加入这个九层塔碎 还有香菜碎 那就可以完成这个番茄的这个酱汁 那刚才备完的这个豆皮卷呢 我们把它切成一块一块 然后就可以开始做一个摆盘 摆盘完之后呢 我们就是淋上这个番茄的这个酱汁完 那就完成了 这道义式番茄起司豆皮卷呢 像这个牛番茄 它是在市场非常常见的 那也非常便宜 用简单的食材来做出心急料理 那可以吃出它这个天然的风味 那健康养生的料理推荐给大家 说起brunch 大家想到的应该是 在懒洋洋的周日早晨 悠闲地坐在一个早午餐店里面 喝上一杯拉花咖啡 而接下来 赫赫就要带我们去一家 非常有特色的舒适早午餐店 现在来到我的地盘板桥啦 大学时期我很常在那边 走跳寻找早午餐 今天我要介绍一间给大家 它是专门做舒适的早午餐哦 走 位在巷弄中 这家贩售各式早午餐的咖啡厅 有着北欧风清新装潢 还有好多干燥花做摆设 称托出一股温暖的小清新 来这里用餐感觉非常自在放松呢 哇我们这一道呢是迷迭香炒菇 然后这个是综合菇奶油蛋黄意大利面 我们现在就来试吃一下吧 那这道它特别的地方是用蒜片啊 迷迭香还有蘑菇下去炒的哦 来吃吃看 然后它还有佐一个巴萨米克醋 感觉会蛮清爽的 哦 好香哦 你可以吃到迷迭香的浓郁香味 然后里面它还有那个蒜的味道 佐在里面很香哦 而且还蛮清爽的其实 它的面包酥脆松软度刚好 再来是这个沙拉 它上面有撒了核桃哦 然后淋的是这个蜂蜜酱 所以是蛮健康的 不是有任何添加物在里面 好美哦 我觉得蜂蜜更能够带出 整个沙拉的那个清爽度跟清甜度 里面很多水果耶 还蛮丰富的其实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道 综合菇奶油蛋黄意大利面啦 它上面有撒一口蛋黄 所以你要把它拌开 然后让那个蛋黄这样流出来 哦 看起来很浓郁 而且它里面其实添加了两种菇味 好香哦 是那个帕马森起司的味道 浓郁的奶油香在你嘴巴这样化开 配上那个蛋黄汁这样融合在一起 哦 绝配 它让整个面体裹满了这个奶油 融合在一起 然后加上这个还有甜椒 所以让整个面是吃起来是 更清爽多了一个层次哦 而且这道面啊它算是一个高蛋白高纤维的一道料理 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那有别于其他地方卖的啊 这边走的是一个比较不油腻 然后比较天然舒适的早午餐系列 那老板娘也说啊 她在这边贩卖舒适 让整个空间更干净清新 再加上这边的布置都很漂亮 所以每个角落都很适合拍照哦 如果想要当一个轻盈无负担的型男美女的话 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哦 不管是精致的咖啡馆 或者是清新的早午餐 有越来越多年轻的经营者 已经跟上了舒适的潮流 创造出一股舒活跟慢活交汇的生活性步调 蔬果生活制告诉您舒适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